國際精品巧克力品牌這波 跟甜甜圈業者合作推出聯名甜甜圈 眾家寬評北見的YouTube活力節目 就要帶大家來品嘗這四款聯名甜甜圈 看味道究竟如何 好 又有巧克力奶油 又有布朗尼 欸 很好吃欸 因為你剛剛講白巧克力嘛 它吃起來是會比較脆 比較硬的感覺 巧克力蛋糕跟裡面的熔岩巧克力 整個是比較濕潤的部分 所以吃起來合在一起 你會有脆脆的口感 但是也有巧克力很滑順的口感 它的布朗尼是非常濕潤的那種 蠻厲害的 但我覺得紅櫻桃的果醬 好像就比較沒什麼存在感 對 就是有一點酸酸的提味這樣 好吃是好吃 可是如果你沒有跟我特別講 這是Gordiva 不知道我知不覺這就是一個 巧克力蛋糕 對 第二款是焦糖脆餅可可庫朗 雖然雙筋搞不清楚到底什麼是庫朗 但味道獲得一致肯定 看起來有一點像焦糖醬 可可鮮奶油 上面還有撒一點脆脆 我覺得這款好吃欸 它完全不甜欸 這款就真的是Mr. Donuts的感覺 它又不太像是一般Mr. Donuts 那個原味巧克力的味道 這個也好吃欸 因為它整體吃起來是偏脆的口感 對 除了上面那一層巧克力脆皮之外 再加上它上面有撒一些脆脆 它不是軟趴趴的那一種 它是吃下去也是Q 然後口感偏脆一點 但它又沒有到硬掉或是乾掉那一種 所以酷脆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意思嗎 酷 長得很酷吃起來很脆 最好是 第三款柚子檸檬剝提圈 就非常有甜甜圈業者一如既往的表現 QQ坦坦又不會太甜 好Q喔 這款很Q欸 我覺得它裡面有一點像麵包欸 因為它偏扎實 而且它是有麵包的那個韌性的 甚至有到彈牙的感覺 因為它是巧克力所以口味比較重 再加上檸檬的話就有平衡掉那個甜膩的口感 還不錯欸 好多不同的感受的東西喔 它上面淋的那一層白巧克力就比較沒有那麼 有唇的感 可能因為白巧克力也是偏甜一點的 所以整個吃下去就是被檸檬的香氣蓋掉了 可是我覺得它麵包挺好吃欸 還不錯欸喔 最後是烏龍可可波提圈 茶葉的苦香結合巧克力的香甜 味道口感相當有層次 讓雙筋感覺貴的好像有點值得 嗯 它裡面啊就是有夾層 裡面那一層它是擠的 有一點像烏龍茶的果醬 很明顯就是烏龍茶的顏色 這一款的蛋糕體就比較沒有那麼Q 它比較偏硬 它居然有烏龍茶回甘的那個茶香氣 有到回甘嗎 我們吃不出來 我是覺得好甜喔 它一吃下去烏龍茶是有苦味的欸 它是苦甜苦甜的那一種 那它的苦不是來自於巧克力 反正是烏龍茶的果 喔109塊好像真的有點價值 有精心去研發過啦 甜甜美食總有種獨特的魅力 讓人心情愉悅又能滿足味蕾 中價寬平北見將會持續透過活潑有趣的影片 帶領觀眾一起探索桃園 記得在尾一頭的報導